本次视频讲 私に言わせれば 这个句子的 言わせれば 这个用法 首先来看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 彼は天才と言われているが 私に言わせれば 単なる努力家だ 也就是说 私に言わせれば 这句话可以转化为 私の意見では 也就是说 让我来说 我的意见是 什么什么 翻译过来就是 他是公认的天才 但如果让我来说 直播是努力罢了 第二句话是 もう私も60歳を過ぎて 年を取りましたよ 然后另一个人说 いいえ うちの親に言わせれば まだまだ若いそうですよ 这里中间的 親に言わせれば 可以变成 親の意見では 也就是说 让我 爸妈来说 让他们的意见 就是说 什么什么样 翻译过来就是 第一个人说 我也已经过六十了 都老了 然后另一个人说 没有 然后又要我父母来说 这很年轻着呢 也就是说 这个是 让谁来说 这个意见 或者是 让谁来说的话 用法就是 直接名词 加 に 言わせれば 或者是名词 加 から 言わせれば に和から 都可以用 然后这个名词 一定是人 注意一点 翻译过来就是 要我说的话 什么什么 或者是 什么什么什么 的话 让谁来说的话 可以用于第一人称 也可以用于第三人称 问题就是 我々の世代の人間に A是言わせれば B是言われれば 彼の行動は 普通ではない 这道题 选A 如果让我们 同年龄的人 来说的话 他的行动 是不太正常的 所以应该选A にわせれば 让我们 同年龄的人 说的话